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绣最大的特点是 以写实居多 色彩丰富 有青黄红黑等88种原色 并根据其深浅而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 鼠绣则构图简练 大都采用方格花条等传统的民族图案 富有装饰性 所绣对象多以花蝶鲤鱼为主 月绣采用金银线盘金刺绣 绣线平整光亮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布局满 往往少有空隙 绣面富丽堂皇 璀璨夺目 多用于细装 婚礼服等 而苏绣 以针脚细密 色彩淡雅 绣品精细而著名 具有平 光 齐 云 和 细 密 等特点 题材 以小动物为主 苏绣发源于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文化名城苏州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江南残桑发达 盛产丝绸 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 优越的地理环境 五光十色的花线 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 苏绣工艺 是以锈针银彩线 按事先设计的花纹和色彩 在丝绸 棉布等面料上 赐坠运针 通过锈迹构成花样 图案 文字 以取得艺术效果 心灵手巧的苏州绣娘们 以针带笔 积丝垒线 通过一针一线 花上数天或数年的时间 绣出形神兼备 配色绣雅 色泽文静 针法灵活的作品 这些苏绣用品 不仅绣工精细 而且图案 花纹中含有喜庆 吉祥之意 深受人们喜爱 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从苏绣的分类 作品绣制 等各方面 来细细品味一下 它那独特的韵味 苏绣的分类 苏绣按针法可以分为 乱针绣与平针绣两类 乱针绣 顾名思义 是针刺很乱的一种绣法 其实这是一种 四乱不乱的刺绣 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用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 通常由直斜 横斜线 错综组合 交叉和而成 再经过一次再次的分层掺色 直至光色形相似为止 而平针绣 相对乱针绣来讲 线条的排列比较整齐 起针和落针都非常有规律 在绣制植物 尤其是花类时 较为常见 用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 较为平整 怎么样才能制作出 这么精致优美的绣品呢 首先 我们要将制作过程中 所需要的材料 及工具准备好 要准备的材料有 底稿 棉布 绣花线 绑线 绑线 连绑线 胶皮线 工具有 崩矿 绑线 战架 手扶板 剪刀 羊毛针 羊毛针 绣花针 卷尺 别看需要的材料工具不多 但如何选择好这些东西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下面我们就来教您几招 底稿 底稿 底稿的选择 底稿是将图案通过专业打印机 烹绘打印到丝绸布上的成品 它是绣品的模板 苏绣底稿的来源大体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专为苏绣而做的画稿 另一种是选自名家的作品 包括国画、油画、照片等 我们可以直接从市场上购买 也可以选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或者自己设计好图案 到专门的打印店 打印出来 绣花线的挑选 苏绣对绣花线的要求比较严格 我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 要根据自己所需要的颜色 挑选色泽鲜艳 有光泽粗细均匀的线 绑线即连绑线 这两种线用普通的家庭用线即可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比较粗的棉麻线来做绑线 而连绑线用普通缝衣服的线即可 对操作者的要求 刺绣是一种长时间做着操作的安静的劳动 又是一种艺术性的劳动 一件普通三十厘米规格的绣品 就要用半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因此对刺绣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刺绣者不仅要具备相当的艺术修养 还要懂得一些基本化理 同时还要有耐心细致 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 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具体的操作流程了 每一件绣品的制作流程和方法都是一样的 主要的区别在于针法的运用 传统的针法有几十种 常用的有平针、滚针、泡针、乱针等 下面我们就以花猫为例 结合这几种常用针法 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苏绣的制作流程及方法 苏绣的绣纸流程 主要包括选稿、上绷架、配线、绣制、装表等五道工序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讲述一下各道工序的具体操作方法 先来看一下如何选择底稿 我们选出一种花猫的底稿 首先要测量出它的尺寸 再按照底稿的尺寸 测量出相同大小的两块棉布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锁裁棉布的宽度和长度都要比底稿多出三厘米左右 以便于下面工作的顺利进行 棉布裁好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了 上绷架 在上绷架之前 我们先要用羊毛针和连绑线 分别将两块棉布缝制在底稿的上下两边 缝好以后 就要织好站架 把绷架放在上面 接着将底稿搭在绷架上 将下面一侧棉布的边缘流出大约两厘米的边 再用胶皮线把缝隙塞上 以便于固定底稿 塞进以后 开始转动支柱 将棉布缠绕在支柱上 在转动的同时 要抚平棉布 当缠绕到另一端时 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将胶皮线塞好 然后转动两根支柱 将底稿完全露出即可 这时 我们要用力将两边拽紧 直到底稿被完全撑开时 再将两根插栓 分别插到支柱的两头 然后用力拽紧支架 在插栓靠近支柱最近的一个孔内 插入钉子将其固定 接着我们用羊毛针和连绑线 分别在底稿的左右两侧 用长度约两厘米左右的针脚来回跑两遍 需要注意的是 针脚返回到起针的那端时 要将线头打结固定在支柱上 针脚跑好以后 我们还要用绑线将底稿连接到插栓上 首先 将绑线的一头固定 可以打好结 挂在固定插栓的钉子上 然后 穿过底稿上 打好的针脚线 注意 一定要将绑线拽紧 以便将底稿拉平整 绑线穿到另一端 即穿线结束时 要将其缠绕在支架上 以起到固定的效果 两边都上好后 上绷架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了 配线 绣花线有很多种颜色 我们要对照花猫底稿上面的颜色 选出所要使用的线 注意 配线时一定要仔细地对照颜色 因为花猫身体上的几种颜色 都是接近色 稍不注意 就会产生错觉 可谓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这一点错误 足以让我们绣出的花猫 大大失色 从这一点上看 略懂美术知识的人 可能会比较容易入门 没有色彩知识 这个概念的爱好者 您也别担心 只要认真 就一定能做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学会分线 一根花线的二分之一粗 称为一绒 十二分之一粗 称为一丝 两手捏住线的两头 用小拇指 用小拇指 勾住线的中间 将其挑开即可 这需要大家多练习 才会熟能生巧 秀之顺序 秀之顺序及方法 具体的秀之顺序 没有一定的规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因人而异 苏绣是需要绣多层的 绣的时候 要按照由底层到表层的顺序来绣 根据刺绣者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我们要先将主角花猫绣出来 绣猫用的主要针法是乱针 我们要根据毛丝变化的规律 掌握丝理 简单地说 就是根据绒毛的走向 用相互交错 长短不一的针角来绣制 由于乱针要通过实体形象 才能把针法鲜活地表现出来 因此 我们就不再单列出来给大家做掩饰了 流出一定的缝隙 绣腿布时可按照由下到上 从左到右的顺序 根据毛的走向来绣 要提醒大家的是 乱针绣不是一次完成的 它要用稀疏的针角来回绣三层 每一层都要跟前一层的针角交错进行 猫腿上的花纹要用不同的颜色进行绣制 花纹的绣法也要绣制三层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真实 绣猫的尾巴时 跟绣腿布的针法是一样的 只是在开头要先将尾巴的轮廓绣出 并且尾巴边缘的针角要相对长一些 其他的地方就跟绣腿布完全一样了 绣猫的身体部位时 要运用线条略粗排针密集的手法 才能表现出浑厚感 需要注意的是花纹的绣制 我们要按照花纹部分毛的走向 用相近的颜色绣出 并且每次换线时都要将绣花线 分成上一层的四分之一粗细 以力求通过花线批丝的粗细合度 来充分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 总之 绣制猫身的花纹部分时 用线要细 排针要虚 才能表现出花纹轻薄透亮的感觉 绣耳朵所用的针法跟绣猫腿是一样的 也是用乱针根据耳阔图案的走向来绣制 绣猫眼时要用到滚针套针 下面先来了解一下这两种针法 滚针 滚针是针针逼紧而绣 第二针要插入第一针的中部偏前些 紧逼其线 把针脚藏在线下 第三针接第二针的中部偏前些 下面依此类推即可 滚针能绣出一根线的形状 套针 套针的绣制要分批进行 用到几种颜色就要分成几批 具体的绣法是 第一批从边上起针 边口起整 落针的一边要流出一线空隙 以容第二批针 并且针脚的长短也不一致 第一针长 第二针就要相对短一点 第三针要跟第一针的长短一样 下面依此类推即可 这样的针法适合表现有过度色的平面物体 绣猫最难的就是一对猫眼睛 绣眼睛时 要先用套针将眼球绣出 艺人们需用八种颜色的丝线 还要将绣花线分成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以至十二分之一 四十八分之一的细线来绣 这样才能把猫眼睛绣得炯炯有神 栩栩如生 最后用滚针把眼圈绣出 绣眼圈时 用四分之一的丝线来回滚两层即可 绣鼻子时 要将绣花线披成四分之一粗 再用稀疏的套针来绣出 具体的方法跟绣眼睛是一样的 另外 花猫的胡须和眉毛 都是用滚针来绣制的 为了衬托出花猫的活泼可爱 建议大家在绣 陪尘物时就不要再用乱针了 我们可以用平针来绣 平针的排列非常整齐化一 可以与乱针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按照陪尘物的具体形状 分别用平针 套针 滚针 将它们逐一绣出就可以了 工作到了这里 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还要进行装表 以此来增加绣品的寿命 同时还能体现出绣品高贵典雅的艺术价值 装表 装表前需要我们准备好下面的工具材料 框架 美工刀 百德胶 双面胶 木板 白纸 尺子 铅笔 剪刀 刷子 胶布 装表的方法如下 首先 我们要按照底稿的尺寸 在木板上画出标记 将尺寸框定好以后 以铅笔画线的部位为边缘 在内侧沿着线用双面胶粘幅一遍 四面都粘好以后 再把白纸平整地粘到木板上面 然后照着铅笔的边缘处将纸张多余的部分裁掉 接着 在白纸四周的木板上涂一层百德胶 并用刷子将胶涂抹均匀 然后将绣图带绷架放到木板上 注意 绣图一定要跟木板上的白纸重合 放好后 用小木板将绣图压平 以使它完全粘附在木板上 粘好以后 用美工刀将绣图从绷架上沿边割下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将模板装置到选好的表框中即可 到此 一件完整的花猫酥旧品就制作完成了 您瞧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活泼可爱呢 由于苏绣讲究的是细心 专心 耐心 还要有充足的时间 因此 只要大家掌握了基本真法 那么其他的工作就要靠自己来练习了 俗话说 熟能生巧 只要我们多加练习 就一定能灵活自如的运用 手中的针线 把它们转变成一个个唯妙唯孝的鲜活形象 为了方便大家在练习中能够不断的领悟创新 我们特意提炼出以下要点供大家参考 在绣制作品时 绣花线分的次数越多 绣制过程就越繁琐 绣品也就越细腻 价值就越高 当然 在具体的绣制过程中 还要根据具体的形象来决定所用绣花线的粗细 有些地方用粗线的效果反而更好 总之 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理的变化 可以根据不同的布置 色彩及题材来决定 尽量通过花线批丝 粗细合度和灵活综合用针的手法 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 苏绣的图案 从飞禽走兽 百花溢草 到山水风景 人物肖像 从仿国画到仿油画 简直就是苏绣艺术大全 既有长达十多米的巨幅绣品 也有仅仅数厘米的精微绣品 它的一针一线 一丝不苟 绝好地表达了物体的光线明暗 色彩的冷暖 此品挂于家中 自是天赋灵气 美妙有家 以独特的艺术风格 主称于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广转天赋 飞 订阅 转发广转天赋 小火 将三百花溢草 对比作品 一张 袁 哇 没有